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电子血压剂到底准不准? 我们到底该测左臂的血压还是右臂的血压? 左右臂的血压不一样又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一次给你讲清楚 首先,电子血压剂到底准不准呢? 我们正常来说,只要是正规厂商生产的 并且经常较准的电子血压剂是准确的 但是有很多人说,我在医院里面或者在诊所里面测完血压了 12080毫米拱柱非常的好 但是我回到家里面测 一会儿呢,123,一会儿125 甚至呢,一会儿130,一会儿呢,110 哎呦,这个电子血压剂太不准了 其实人的血压是一个固定的值吗? 不是,我们去做一个24小时的血压的动态监测 你会发现你的血压值呢 它的波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甚至呢,它每分钟都在波动 并且呢,我们正常人呢 它的血压有一个规律就是两风一鼓 所以说呢,你在每天之中 你的血压值,它就是有一个固定的高值 还有一个低值的这样一个波动的规律的 所以说呢,你在每天当中呢 测完血压,发现的波动比较厉害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那我们怎样来去用电子血压剂 测血压会更准确一些呢? 我们建议啊,就是首先,我们当然要先休息五分钟 我们呢,可以连续测三次 每次呢,间隔两分钟左右 去掉一个最高值 我们取呢,剩下两个值的平均值 这样的话,测血压呢,会更加准确一些 并且呢,WHO,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 是建议啊,在2020年左右 就是全面废除拱式水银血压剂的一个使用 因为会造成呢,拱污染 你也会发现呢,现在很多三家医院里面 在去测血压的时候 也全部在去用这个电子血压剂 所以说呢,电子血压剂 它的准确度呢,其实是非常值得被认可的 但是呢,一定建议呢,是这种大厂家的 并且呢,一定价格是要合理一些 不要太贪便宜 电子血压剂,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需要校准的 很多人说,我家里面的血压剂都用过两三年了 我怎么测都总觉得是有问题的 其实呢,是因为呢,缺乏校准 我们建议呢,是一年校准一次 怎么校准呢 你去找一找你的血压剂的客服的电话 找到厂家呢 他们会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校准点 你拿过去呢,每年校准一次 这样的话,你的血压剂呢 就会更准确一些了 那电子血压剂呢,还有个问题 我们建议呢,是用上臂式的电子血压剂 尽量呢,不要用这种万式的血压剂 因为上臂式的血压剂呢 它的测量的值呢,是更加准确的 而如果你用万式的电子血压剂 测出的值,本身呢 它就是不够正确的 所以说呢,一定要选择大厂家的 并且呢,价格合理的 经过经常校准的 上臂式电子血压剂 它的准确度是值得认可的 我们呢,现在呢,整个的指南 也是建议呢,去用电子血压剂来去测量的 那第二个问题,我们测血压到底该测 左上臂,还是右上臂呢 我们正常来说,两个手臂 它们的慢压差呢,大约呢 是在10到20毫米拱住左右 所以说呢,你可能说测完左臂 是120,80毫米拱住 而测右臂就成了13,85毫米拱住了 是非常正常的 那到底该测左臂还是右臂呢 我们正常来说,第一次测血压 你应该左臂,右臂都要测一下 你看看你到底哪个高,哪边高,哪边就为准 以后呢,你就去测哪一边 正常来说呢,我们大部分人呢 是右臂要比左臂高 大约呢,10毫米拱住左右 虽然说呢,我们大部分人呢 可能测右臂为多 但是呢,还是建议 第一次测的时候呢 你要先测,左右臂都测 看你哪侧有高 哪侧呢,是更准确的 但是呢,如果你发现 我呢,右侧的这个血压呀 要比左侧呢,高将近30毫米拱住 甚至高40毫米拱住 左右的血压值差的非常的多 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 比如说呢,如果出现了锁骨下 动脉的这个动漫硬化呀 如果说出现了上臂的这个动漫硬化 就会导致啊 这个两侧的这个血压值差很多 建议呢,你要去在医院里面 去做一个B超 去看一看有没有比较严重的 这个动漫硬化的这个问题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在去测血压的时候呢 还是要去注意啊 我们首先呢,休息五分钟 尽量呢,在测血压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钻手指头啊 说话呀 或者呢,去使劲啊 这样的话会影响到血压值 在测的时候尽量呢 我们上臂啊 我们心脏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的 我们在绑这个绑带的时候呢 这个不要太紧 也不要太松 那么绑好呢 去进行一个测量 你可以呢,连续测三次 去掉一个最高值 取那两个值的这个平均值 这样的话来去使用电子血压剂 其实呢,是比较准确的 并且一定要记着啊 一年左右要校准一次 如果不校准 这个血压剂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准确的 所以说讲到这儿 怎么去测血压 大家学会了吗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 脆确我 只 way